俄羅斯在5月9號的時候 在紅場要辦一個盛大的 閱兵典禮 勝利日的閱兵 他們要展現我們在 烏克蘭的戰事是成功的 是勝利的 而且向全世界來宣揚 我們的戰果 但沒有想到 俄羅斯的外長居然宣布說 現在這個閱兵 跟烏克蘭的戰事 他們現在兩個是脫鉤的 戰爭是戰爭 閱兵是閱兵 這就代表 他們在烏克蘭的戰爭 是受到阻礙的 是沒有進展的 他們再怎麼樣厚臉皮 也不能在他們的勝利日去吹嘘 他們在烏克蘭取得 一個重大的勝利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們的軍備損失得非常嚴重 這是傳說的一個說法 現在紅場閱兵的軍備 可能都會一直在衰弱 而你現在看畫面 隨著西方世界的長城火力 不斷地進到了烏東 現在烏克蘭的軍備 已經不是小米加步香 已經不是只有殲射武器 像這樣那是一個集團軍 那是一個坦克中隊 他們居然在一個地方 連接連的被轟炸 半數以上的戰車 全部被摧毀 就代表 當這些長城武力 進到了烏克蘭 進到了烏軍的手上之後 他們已經有遠程的打擊能力 甚至傳出了一個說法 在19母 一個俄羅斯的指揮中心 竟然整個被烏克蘭給端掉 所以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烏東究竟誰勝誰負呢 之前大家一直在懷疑 普丁的生理狀況 特別是他在跟少尼谷 兩個人在對談的時候 看他的臉型是臃腫的 他手是緊抓著桌腳的 那他身體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現在居然有消息傳說說 他居然有帕基斯的病 而且他有胃癌 甚至他在5月9號勝利日之後 他竟然要進行一個胃癌的開刀手術 而且普丁現在顯然是運氣相當的不好 不只是戰士不利之外 現在傳出最新的消息是 他在勝利日之後呢 他可能要進醫院去進行一個大刀 他有這麼嚴重 對 要開了這個胃癌的手術 甚至他都有做到他的權力 要暫時交給他們的國家安全顧問的 這個帕特魯舍這個人 大家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呢 可是寶姐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這搞不好是 普丁在為日後的戰敗 是不是在尋求一個下台階啊 什麼叫下台階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整個戰士對他相當相當是不利啊 第一個 他目前在烏克蘭的戰士前線 幾乎是毫無推進 烏東要決戰 決戰到目前為止 你也拿不下任何一個具有意義的這個據點 再來就是說 你的坦克損失非常嚴重啊 你的目前呢 損失已經1000多輛的坦克 而且損失數量還在急需增加之中 而且對普丁來說 最不利的是什麼呢 我記得這幾天的時候 美國的第三號人物 眾議院的院長裴洛西啊 他也到基辅去了 美國卻的層級是越來越高 美國現在根本不演 他就是直接跟你嗆嗆的一個人啊 甚至佩洛西說什麼 我們承諾在戰爭結束之前 我會一直為你們提供支持啊 打到戰爭結束 所以現在美國越來越多 包括說M113的這個裝甲運命車 全部都要到烏克蘭去了 你就知道說 俄羅斯目前戰事不順之外 普丁身體又不舒服 那美國又是 這個這樣的狀況之下 史與世真的都不在 俄羅斯跟普丁這一邊 好 現在普丁 他傳出說 他在這個勝利之日後 要開刀有兩個數碼 第一個數碼是 他內外交迫 這個壓力已經大到 他已經撐不下去了 他本來想要 強言壞小 他本來想我要硬撐到底 撐不住 你只有開刀一圖 另外就是 戰士如果不那麼不利 他現在講 我現在生化武器要用了 我現在要大開殺戒了 可是 這個大開殺戒 這個烏克蘭的殺戒武 又不能從我手上 所以 我趕快就躲起來 那為什麼普丁這個樣子 剛剛講到 現在烏東看起來兩邊 磁系膠著 但持續膠著上胖 你就發現到 烏克蘭開始反擊了 你想想看 就這個畫面 一個停在一個地區的 裝甲隊 就在裝甲單位 竟然戰車 一個一個的被端掉了 你說為什麼普丁覺得說 好像戰士對來越來越不利 保潔 我跟你講 這普丁呢 他因為這個前線戰士不利 他就叫他們的參謀總長 格拉西莫夫 你給我195附近去看一看 總參都出來了 總參謀總長都去了 結果去了之後 保潔 聽說他在195這個前線 他被炮彈擊中 炮彈擊中的時候沒有骨折 然後他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傷勢重道 他必須要回到俄羅斯 連這麼高官的 這麼高的層級 你到前線去 你都會被擊中 對 顯見是說你到底是不是暴露了你的情報 你的出 你到底什麼地方出現的時候 你被人家知道了嗎 而且 傳說他們在195一個非常神秘 而且非常重要的指揮中心 對 沒錯 居然被炮彈擊中了 對 你剛才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特種士兵 我們講到的SSO 他的士兵在195附近進行偵察之後 保潔 他們就針對 所以這個地方剛剛有 俄羅斯的這個空降部隊 還有第二聯合軍 在這個地方進行這個 他們在這個地方進行整補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就這個烏克蘭偵查到之後 就開始發射火炮攻擊 你看到火炮攻擊 是不是一個單一火炮 是一片的這個火炮 這樣打打打打打打 這樣打 你看 結果是層片火炮這樣攻擊 這個一定是來自西方世界的 包括多管火箭炮 這遠程火炮 對 就這樣不斷的攻擊 就攻擊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有30多輛的戰車 還有裝甲車被命中 命中的時候 有一百多名的俄羅斯的軍官就陣亡 幾乎是損失了一半以上的這個戰鬥力 所以說俄羅斯的戰車部隊在這邊集結 在這邊休養 對 竟然就這樣 欸這樣 這是什麼空中 沒錯 就這樣被打了 你看就一個一個畫面 蹦蹦蹦蹦的這樣子 全部都被人家殲滅 30台的坦克車在瞬間就灰飛驗滅 你就知道說 實際上這個是相當誇張的一個數字 好 那傳出來說 在這裡面有一個他們 俄羅斯的這個這個 軍隊的這個參謀長西蒙諾夫 他也在這個地方被襲擊 然後就過世了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隊的參謀長也沒了 被過世 就在195這個地方 還有我們剛才提到嘛 他們的參謀總長格拉西莫夫 可能搞不好都在這幾波的攻擊中間 被受到這個波擊 欸 他是我要判去前線 你去給我考察 到底為什麼195九宮不下 就沒想到連他都 附上回到俄羅斯 你知道如果普丁接到這個消息之後 他會怎麼想 難怪他要K的喔 當然了 想說怎麼會這樣 連這個格拉西莫夫照理說 你可以想像嗎 美國參謀聯繫會主席 到前線居然被炮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所以顯然對俄羅斯來講話 他真的覺得 這個戰事是相當不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有沒有 比爾戈德羅 就是我們俄羅斯境內 我們上禮拜不是講到嗎 烏克蘭說 這個美國還有這個西方世界都說 你可以去打俄羅斯的領土 結果沒想到 比爾戈德羅又陸續傳出爆炸 你說在俄羅斯境內的 比爾戈德羅 又被炸了 這個俄羅斯戰況不利的事 他們的外長 居然講 我現在紅場閱兵是紅場閱兵 俄羅斯的 烏克蘭的戰爭是烏克蘭的戰爭 可是你之前怎麼對外講 你之前本來講說 我要在馬利波進行一個閱兵 結果沒有辦法 後來我就說我在紅場閱兵 要向全世界招標 我在烏克蘭取得一個重大勝利 結果現在 兩個也脫鉤了 你說拉夫羅夫這樣說 然後再加上說 這個普丁在過 這個勝利之後要去開刀 你會覺得說好像 已經開始在慢慢找一個 鋪排的這個 下台階的這個狀況 好 那麼講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 俄羅斯在28號的時候 在莫斯科進行 因為要這個5月9號勝利日 他們第一次進行所謂 夜間的這個彩排 彩排的重點裡面來說 包括說過去在二戰時候的 T-34的這個坦克 包括說俄羅斯最新的 這個T-14的坦克 包括各式各樣的坦克 T-72 然後還有 連伊斯坎達爾飛彈都出來了 皮爾斯的這個洲際飛彈 颱風裝甲車 哇 非常多天王星9號的 這個戰鬥機器人 還有自行的火炮 還有旋風區的這個多盤 多管火箭 全部都出來 浩浩浩浩的這樣出現 那甚至根據他們的預估是說 他們之後來 這個當天的時候 會有八架這個米格29 用Z自行這樣會飛過整個 紅廠的上空 看起來的話 哇 他們這個浩浩浩浩 可是拉夫羅斯跟你講 這個是我們舉行 這個是我們自己舉行 那個跟烏克蘭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知道說 事實上他現在已經把 這個勝利日跟烏克蘭之間 把它劃清關係 他可能俄羅斯目前也知道說 這一場戰爭 絕對不可能在5月9號之前結束 所以勝利日跟這個所謂的 烏克蘭戰士 其實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而且對俄羅斯來講 真是壞事連連 剛才講 我的本土 我的皮爾哥羅德已經被攻擊了 我現在戰爭不能推進 更誇張的是 那我要後送吧 我要資源吧 那我說送一送送一送就翻車的 沒錯 你看事實上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為什麼覺得戰士不順 他們想說 你西方世界運那麼多到烏冬 我要運到烏冬去啊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個戰車 用拖車運 運到T7的坦克 就你看 運到一半的時候 T7的坦克居然就脫落 就掉了下來 那想說 這個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然後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 鐵皮上面不知道綁得很緊嗎 然後另外一個 這是什麼 這是載一個火車 火車載了那麼多軍火 結果你看 火車的這個車 已經不在軌道上面 也是翻車 結果你講 這到底搞什麼 我們前線 俄羅斯軍隊已經抱怨說 我們都拿不到後勤的補給 結果沒想到 你居然還在後面翻車 所以事實上 俄羅斯前線 真的是已經慢慢的 吃緊了一個局面 而且師兄 你幫我們比較一下 現在烏克蘭所得到的一個軍力 跟俄羅斯來比較 本來以為說是 俄羅斯的軍力 碾壓烏克蘭 沒錯 現在整個翻轉過來 對 我們來看 事實上這是西方世界 給烏克蘭的相關的軍員 還有俄羅斯自己本身的軍員 原本在這個開戰之前 俄羅斯當然覺得 我一定贏嘛 第一個 因為俄羅斯有300毫米的這個龍捲風多關火箭炮 射程是90公里 另外我還有12毫米的這個 這個榴彈炮 射程是11公里 這兩個武器 足夠可以碾壓力 可是問題是西方世界 各國的援軍全部都到了 我們就講 在德國開的會議裡面來說 各國應有盡有 都來了 好 美國的M77的榴彈炮 射程是20到40公里的 好 給你的 另外一個包括 然後河南的這個PZ-H2000的這個自走炮 這攻擊力是相當強的這個自走炮 射程是40公里 這也給你了 另外包括法國的這個凱薩自走炮 波蘭的玉星江的這個自走炮 還有冰雹的這個火射發射器 真的不用講還有Stormer的這個 包括說這個火射的這個 全部都去了 這麼多零零種種的這個武器 所以等一下西方世界都說 這場大戰已經會變成是什麼 遠程武器為後盾的 血腥鬥智 啊 為什麼要鬥智呢 寶傑 因為我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我 大家都在射程之外 射程之外之後 這時候會變成什麼 最重要呢 變成說你偵查 還有這個情報能力 但是這時候呢 為什麼會有差異性 主要就是你看 烏金會改變這個 這是西方世界說的 烏金會改變這個戰術 其中一個是反炮 反炮戰的這個設計 也就是說 你發炮出來之後 我找到你之後 我可以把你定位 然後就把你拘殺 那為什麼這個美國 你看美國這次提供給他 反火爆的雷達系統 給你就是這個意思嘛 他可以 甚至我們不是講過嗎 他可以在這個山 即使你這個 據點在山之後 我偵測到你之後 我就可以發射炮彈 去擊中你 所以你看事實上 這次啊 遠程武器為主的 這個血腥鬥智 鬥智裡面來說的話 情報 還有無人機 這些變成是最重要的時候 當然西方世界 會站在一個優勢的局面 所以現在普丁 他本來最信任的三個人 第一個 拉西莫夫 他居然中燒 回去了 另外一個燒一股 他現在非常不像 你看那天 現在他只能把他的權力 交給 帕薩魯蛇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原本擁有 這個俄羅斯核彈密碼的三個人 包括普丁 普丁看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他健康出了狀況之後 不論是怕盡視症 或是胃癌的這個狀況 他顯然身體真的出問題了 然後 吉拉西莫夫 他被炮彈打中之後 現在回到俄羅斯去救治 少尼谷前一陣子 因為心臟病 所以他們現在 三個人都完全沒辦法 幾乎是沒辦法試試的狀況之下 傳言是要交給這個安全會議的這個 秘書長 這個 帕特魯蛇 他魯蛇是誰呢 保證 事實上他就是 形塑 讓普丁 會願意去打這個烏克蘭戰爭 最終他一個人 有人就說他其實就是 這個在伊爾卿時代的 普丁的位置就是他 所以他對普丁的影響力 相當相當之巨大 那他來接任 到底是 有人就說 搞不好是更鷹派的這個抬頭 各位 這兩天 正經全世界的新聞居然是 普丁 他真的生病了 他不但是有帕金生病 不但是有一些神經疾病 他說他居然有胃癌 他要開刀 開刀的時候就不能試試 不能試試後 他說他要把權力交給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秘書長 帕特魯蛇 他到底是誰 你說 他才是真正的遺物者 而且 當普丁要把權力交給他的時候 你說 那是一個大殺戮的開始 對 你知道嗎 根據俄羅斯的憲法 本來就是應該要交給什麼 總理 來代其位 就如果他去開刀的話 那但是現在沒有 他竟然交給他的類似 我們的國安會秘書長 就是在俄羅斯的聯邦會議的秘書長 就帕特魯蛇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才是真正他好朋友啊 因為你知道他們工作什麼時候 開始一起工作嗎 什麼時候 1975年開始一起工作 1975年的時候他們同時都進KGB 然後他們都在列寧格勒 也就是現在聖彼得堡那個地方 來一起工作 工作了多少年之後 結果普丁外派 然後後來之後呢 蘇聯解體 解體之後他們回來之後 這一個就在伊爾卿旁邊一直工作 然後呢 普丁去擔任總統之後 他就變成普丁的這個最重要的 類似我們的國安局局長 國安會秘書長 所以一直扶持了普丁 他歷經的包含 喬治亞戰爭 車城戰爭 還有現在 聽說這一場戰爭 烏克蘭戰爭 就是他是始作俑者 是他決定發動的 他才是俄羅斯的情報頭子 是的 所以你看到普丁 就算去開刀也好 我們不曉得普丁他那個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通常來講他是要做一個 類似 如果是一個陰謀論來講的話 今天你想想看 普丁他說他患了帕森基斯症 或者是患了什麼樣的胃癌 那請問他如果患了這個症狀的話 能夠在那個總統位置上 能夠去決定說要發動這個戰爭嗎 早就被人家拉下來了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在卸責 為什麼說卸責呢 因為這一個民主長呢 他本身來講 他的這個立場比普丁更加堅硬 對 所以如果說你把 他更鷹派 對 曾經有英國BBC有報導過 如果把你這兩個擺在一起的話 普丁反而變成和平主義者 這個反而是最鷹派的 那你把這麼鷹派的人 丟到檯面上幹嘛呢 對 所以就問題來 就說為什麼他不把權力暫時交給總理 而要交給這個秘書長呢 對 因為他的立場會更加鷹派 因為如果他在代理期間 今天他下令了要用使用化學武器 到時候普丁開道會來說 欸 這我不知道啊 不關我的事啊 我完全都謝責啊 然後呢 到時候頂多是給他懲處 罵他幾句而已 然後呢 叫他離開那個位置 那這時候呢 普丁還是老神在在的 坐在那個總統位置上不是嗎 就像我對邵逸鼓講 你不要再去打那個馬力波了 你不要再去打亞蘇鋼鐵掌了 好像我對前置交代 我已經出力了 結果你還是繼續狂風濫炸 你還是繼續使用可怕的武器 是 沒錯 所以他說到最後這個什麼 轟炸馬力波的不是我 是邵逸鼓下的秘密 我不是說只要封鎖他就好 不要讓一隻參與飛過去嗎 那現在一樣的意思 如果說今天誰敢放了這個 所謂化學武器來講的話 誰的責任 是我普丁的責任嗎 不是他現在在做一個什麼 我先離開這個位置 然後我找一個我的好朋友 他絕對會執行我的政策 來接這個位置之後 由他來下命令 他下完命令之後 他再離開 然後普丁再回到這個位置 這就是普丁的計謀 你知道普丁講話 一百句話只能相信一句話 其他的話只能打承扣 為什麼 因為他都在想盡各種辦法 來營造這個戰事 你可以看到 像現在這個參謀總長 在前線竟然被炸傷了 你有想過說 然後一個國家的元首說 叫自己的參謀總長到前線去看的時候 就對著全世界宣告說 我的參謀總長到哈爾克夫 我的哈爾克夫 到這個前線去 結果讓美國完全掌握這個情況 然後就把它炸掉 然後炸掉的時候好像沒有炸死 今天只讓他受重傷 然後後送到這個莫斯科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參謀總長不是也是他的得力助手嗎 那現在問題來了 參謀總長到前線去就被炸了 這個俄軍的勢力 還有俄軍的這個所謂的氣勢會變成怎麼樣 烏軍的氣勢會變成怎麼樣 所以我認為烏軍接下來就趁勝追擊 然後說不定就把哈爾克夫 或是一九母把他收回來也不一定 現在普迪身體狀況到底怎樣 他真的有可能得胃癌嗎 真的要開刀嗎 真的不能試試嗎 還有他們把五月九號的勝利日 跟烏克蘭戰爭給脫鉤 這不代表那烏克蘭的戰爭 我也沒有把握什麼時候可以結束了 這個消息有點怪 你知道嗎 因為一般這種消息啊 死者虛之 虛者死之 這很難接受也很難相信 突然間傳出來有一個他胃癌對不對 那這個 那我對這個消息保留 因為戰場是重大 這個太大太大的消息了 我冒冒失失去相信他 可能會太大了一點 所以我們稍微保留一下 再看兩天 西方的情報單位會出什麼報告 而且我也真的從你們這邊學到說 這個戰場失者虛之虛者實之 是啊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 稍微要看一下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你剛剛講 就接鄭浩剛剛講的 為什麼那個告馬飛彈去打 這個奧德賽旁邊的機場 這個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最近所有的 最近所有的美軍的裝備 或北約的裝備 運往烏克蘭又多了第二個國家 哪個國家你知道嗎 羅馬利亞 羅馬利亞這靠去哪裡咧 靠去奧德賽的 奧德賽邊界不遠的地方 對 所以他現在第一次打的是 用一個飛彈去打利威夫對不對 是 利威夫是從波蘭的裝 從波蘭把美軍的裝備 從到利威夫庫存 然後再分送到各個戰場對不對 在前第一階段 對 現在第二階段呢 除了波蘭以外 另外就是羅馬利亞 所以他這個告馬老飛彈的目的 是要警告羅馬利亞 所以他打奧德賽這個是有目的的 因為奧德賽這個部分 就烏蘭地區 現在已經從這個羅馬利亞 接收到有美軍的長城炮火的這些裝備 通通進來了 這是第二個渠道進來了 所以這已經不是 因為現在目前的戰爭 新的巨型是頓巴斯 頓巴斯 頓巴斯是烏冬跟烏蘭嘛 對 所以最接近哪一個國家 羅馬利亞最快 直接就進來了嘛 所以它這個 飛彈的攻擊是它的目的 然後第三個我要說明一下 這兩三天當中 這個在頓巴斯被攻擊的 這個被飛彈攻擊 被飛機攻擊 炮火攻擊的這個火力的承受的強度 跟這個奧德賽的強度完全相同 所以它現在烏東烏蘭同時攻擊 為什麼這樣打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有點亂掉了 對 因為它本來目標不是講過 要打頓巴斯 是 直接去打奧德賽旁邊 你剛剛看到了嘛 它的機場也開始要轟炸了 對 它是說要攔截它的所謂的 後援的裝備運送的路線 但是我認為動機也沒有那麼簡單 也是有點指揮系統 有點混亂的這個味道 好 那現在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現在搞了半天 又跑來一個佩洛西 跑到 對 佩洛西跑到 跑到那邊去了 你轟炸基輔 結果基輔變成了全世界政客 最好的觀光地點 對 然後包括電影明星 那個《安全大球力》 他也跑去了 對不對 越多人越來越跑去 西方越來越多人去的結果 都去那邊打卡 對不對 今年的11月8號 是美國的其中選舉 那佩洛西是 那時候眾議院435 從頭改選 他跑去站台 那個地方就變成 他們的選舉大基地 你知道嗎 每個人去那邊 等於貼個標籤 去那邊沾個光 然後跟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 拍個照 然後回來就可以宣傳 我知道抵抗惡霸 那全部搞這一套 那搞這一套 那俄羅斯怎麼搞 對不對 全部西方 現在美國的選舉 帶的全部是民主黨的眾議員 對 你注意喔 他沒有帶半個共和黨去 那什麼目的 選舉 選舉 那後面共和黨會不會放過他 不會 共和黨會繼續跟進 你如果創一套 你來 我也來 大家會越來越狠 對不對 所以越來這個狠 筆狠 在美國為了國內選舉 這個筆狠的強度 只會提高 而不會降低嘛 再最後講一個 就是敦巴斯戰爭嘛 敦巴斯戰爭結果 不管打 現在還沒有開始真實打 我請問你 簡單 打完 到底這個戰火 是向上擊針 還是就此會向下 大家會 簡單的道理嘛 這一定不是說 打出結果來 就會開始起火 不會的嘛 會擴大 那這個擴大變成誰 那就會變成 大家全世界都開始擔心 因為你這個奧斯汀講的話 就是他已經講了嘛 我要削弱俄羅斯 削弱俄羅斯 然後他那個 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個主席秘書怎麼講 他說他要解 他就是要解散 拆散俄羅斯 美軍 美國人就是以 拆散俄羅斯為目的 所以這個仗 打到已經變成了 這個大國博弈的 這個痕跡 直接衝突已經開始了 照 我們這談就是 烏克蘭國防情報局局長 他首先講 俄羅斯你要在烏克蘭 你要怎麼結束這場戰爭 只有一個辦法 普丁死掉 也就是普丁如果在位 他們覺得你不會退讓 這個普丁你要死掉 不退讓 這個戰爭就會沒完沒料 而且昨天董事長提電 我們才知道 他真正關鍵的其實是這句 他說 結束戰爭有幾個選擇 將俄羅斯分為三個 或更多的部分 也就是 當你被整個拆擠之後 你就沒有力量 你沒有力量 你才真的不可能 侵犯烏克蘭 這才是符合奧斯丁的說法 而今天 他們的國家安全 與國防委員會的秘書 講這個白 就像我們的國安會秘書長一樣 他說 我們只會跟俄羅斯 簽什麼 簽俄羅斯的投降協議 而且 越早這麼做 對他們國家越有利 你哪來的底氣啊 因為如果繼續打下去的話 俄羅斯可能會再一次分裂 而且重蹈蘇聯的覆轍 俄羅斯可能會真的一拆為三 被其他國家蠶食驚吞 這麼慘嗎 當然是這樣子 我站在烏克蘭的角度 現在我的俄羅斯坦克 是越打越少 我的坦克是越打越多 我的空軍也已經在上面飛 我的武器已經到 你俄羅斯現在大便慘到 被你的班長呼巴掌 也不願意上戰場的時候 請問我烏克蘭幹嘛跟你談 我沒有談判的意義嘛 所以烏克蘭 現在已經完全主客議會了 主客議會 你要知道 從戰友戰爭一開始 哲論時機是呼籲談判的喔 對 打到一半的時候開始說 欸 我不會跟你談判 所有的每個選項 我要公投 打到後來呢 說我不談的 我要寸途不讓 現在直接是你普丁要跟我談的 我不談 我只簽你的投降協議啊 所以現在對烏克蘭來講 是東風吹戰鼓雷 誰也不怕誰了 當然是在反攻的時候嘛 我們先給大家看 整個俄羅斯在這邊的佈置喔 打完我們在這邊 這邊俄羅斯佈置 就是說BTG 就是他迎擊戰術群 對不對 你看喔 俄羅斯在馬力坡是十三個 迎擊戰術群 然後在頓列支克是二十個 盧甘斯克是七個 迎擊戰術群 然後整個一九亩地區 大概有五個加二十二個加十五個 大部分迎擊戰術群都在一九亩地區 但那很可怕喔 現在俄羅斯還有這麼多BTG 還有這麼多迎擊戰鬥群 部署在烏東跟烏南耶 看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對 很厲害 我們來看喔 這個所謂的 這個藍色綠色這個數字呢 是烏克蘭的旅籍戰術群 烏克蘭旅籍戰力大概一個抵 俄羅斯大概兩個到三個 我講是能力的配置 可是你看喔 譬如說這樣子 好了 你看整個馬力坡 俄羅斯有十三個 移籍戰術群 烏克蘭靠三個旅籍戰術群就幹掉 我轉乘以二也不過六個或七個 就可以以少敵多把你擋掉 那整個一九亩地區更誇張 你看人家是十九個二十個五個 烏克蘭只要三個六個五個 一點點就可以把你擋下來 所以這樣有戰爭對烏克蘭來說 我打起來我根本沒有壓力 我幾乎只需要用你一半以下的兵力 就可以把你俄羅斯擋住 所以我們來講現在西方的武器 特別是今天奧斯丁講 我們的榴彈炮已經在烏克蘭的戰場 烏克蘭已經使用 而且他們非常善於使用外國的武器 所以就看到他們可以以少勝多 而且他們可以完全 將俄羅斯的部隊抵擋住 講到這一個戰線 我們昨天有特別強調說 俄羅斯想不想推進 想推進 想不想拿下一九亩 想拿下一九亩 可是美國國務部的報告是說 現在俄羅斯在整個頓巴斯 他的推進為乎其為 搞了半天 烏克蘭的部隊 也就定位了 他也集結完畢了 他現在正準備全面攻擊了 所以我現在跟你有什麼好談 我幫你打垮再談 我當然是比較 比較可以拿比較多的東西 所以烏克蘭國家安全 等於國安會的歷史長 講的是有道理的 你今天要嘛你就跟我投降 你早點結束戰爭就早點投降 早點投降 你可以回去去處理自己國內的事處 你如果跟我打得出來 真的沒有打垮的話 俄羅斯真的會因此而分裂 所以狀況來了 現在普丁跑去跟法國馬克宏通電話 他們兩個通電話 原本普丁是不理馬克宏 馬克宏去找他弄個長長的桌子 然後講了兩三個小時 普丁都在跟馬克宏講 古俄羅斯的光榮 然後上歷史課對不對 普丁竟然跟馬克宏談話 你這樣講什麼 抱怨什麼 他抱怨烏克蘭 從頭到尾都沒有認真談判 現在是普丁被耍在鼓裡 不是你在講什麼鬼話 他居然講說 莫斯科對會談我是開放的態度 現在是基輔沒有認真對待 結束衝突的談判 這也示弱的太明顯了吧 現在是普丁拜託馬克宏去協調 基輔趕快幫我搬個台階 讓我普丁可以下台階吧 可是問題是你看原來他發現說 原來這個談到桌裡面在沒有認真不屑的人 是基輔 想要談判想要下台階想要結束 是俄羅斯 這才是兩邊最大最大差別 為什麼 因為即將要進入到一個俄羅斯 或是普丁最擔心的事情 俄羅斯再次分裂 這場戰爭再打下去 為什麼會再次分裂 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舊蘇聯的時候分裂 所以你說 昨天不打諾夫講 結束戰爭只有兩種選擇 將俄羅斯分為三個或更多的部分 或者是把你國家的領導層給改變 這不是說說而已 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舊蘇聯為什麼分裂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是跟美國打仗 是經濟崩潰 那現在俄羅斯 是不是正走向舊蘇聯的狀況 他的經濟是不是在崩潰 他裡面的精英領導階層 是不是對於普丁破百 他裡面寡頭 是覺得我的殘殘要不見 對普丁來說也不能接受 所以如果俄羅斯再次分配 再一次分裂的話 他會變成怎麼樣 其實過去早就有人預言 二零二五年俄羅斯會走向這一步 他最大塊土地很有可能被中國占走 中間的土地可能由蒙古占走 然後俄羅斯只能吃下最原本 古俄羅斯這一塊的土地 就是俄羅斯西邊這一小塊地方 所以拆解俄羅斯早就有人在談了 拆解俄羅斯有人在談 所以這個那個時候波蘭的專家 去預言拆解俄羅斯 他是預言俄羅斯在二零二五年解體 那這個時間點跟現在驚人的相似 如果繼續打下去 俄羅斯確實是有可能會解體 所以俄羅斯只能盡可能把調兵遣將 把所有的兵力往前往前送 一定要打贏 我打贏我才有可能不解體 而且所以現在剛剛講的 普丁為什麼感覺上有點囚擾 為什麼打給馬克服說 我們對於莫斯科 對於談判採取開放的態度 是基輔在主腦當中 剛剛講到的 你現在在頓巴時 你現在在烏東烏南 你完全戰線被人家控制 不然這控制 我現在的期許 剛剛講 我的拐拐拐已經就定位了 我現在的腰洞九流彈炮 我也進來了 據說海馬斯也來了 現在連以色列的尖射飛彈也要來了 這是消長之間也太明顯了吧 對 因為我們談了 因為今天烏克蘭拿到非常非常好的武器 就這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所謂的 拐拐拐的流彈炮對不對 為什麼在哈爾克服 現在烏克蘭 俄羅斯的軍隊要倒退40公里 M拐拐拐的射程就是40公里 神劍S就是40公里 所以在哈爾克服 我們看到大量的 這個所謂的 俄羅斯的陣力被摧毀的狀況之下 他們也知道是來自於美國的武器 所以剛好是M拐拐拐的射程 當然是M拐拐的射程 所以老婆我們回頭看 這是哈爾克服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個藍色是烏克蘭戰典的部分 紅色是俄羅斯戰典的部分 可是你看俄羅斯確實往後退 而這個地圖往後撤的部分 40公里 對 就是俄羅斯撤退的距離 而這40公里 剛好就是M拐拐拐的射程 那請問敵退我要幹嘛 我要進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M拐拐拐拐 因為真的太準了 烏克蘭軍隊用M拐拐拐拐 在野戰 一個一個去摧毀 這個所謂俄羅斯軍隊的畫面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 俄羅斯的坦克 是一個一個的被摧毀 現在是一群一群的被摧毀 一群一群摧毀 要記住俄羅斯 美國給了烏克蘭多少子彈 14萬4千發的榴彈炮 榴彈炮 不是子彈 所以他的子彈 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另外呢 這個就在哈爾克夫 整個戰車營都被斷了 整個戰車營被斷了 那你整個後退 可是我若是烏克蘭軍隊 我一定進 所以現在這種烏克蘭反擊的味道 越來越強烈 而且他們現在下一個使命令 烏克蘭說 以後我們十三萬的軍人 一百五十個營 大概二十五個旅的國土防衛部隊 你可以跨境參戰 簡單講 我不用再拘捕魚在這邊了 我原本在手在馬力波 可是這裡沒什麼好手 我們可以去一九幕打仗 然後我們可以到處打 我們不見得一定要說 我今天是守南方下去 我就在南方上去 你可以自由的調拼 這樣大家可以跨境參戰 烏克蘭的國境非常的大 所以他其實每個地方 都有他的這個獨立戰鬥群 他們現在這些戰鬥群 可以集結往烏東前進 允許他們跨境參戰 那這個所謂的統一指揮部 當然還是所謂 烏克蘭的國防部 來去做統一指揮 所以這場大戰真的是要開始 可是在這大戰開始之前 各國的重武器 一個一個都來了 坦白講 這是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比如說荷蘭給的 PTH2000的自走炮 也運往烏克蘭 像這種自走炮 其實跟帕拉丁有一點類似 對不對 然後可以快速激動 射程也是二十公里或三十公里 然後打擊其實也蠻準的 那對於烏克蘭來說 在這邊打仗 當然有用嘛 挪威也給了各種武器 甚至我們現在看 挪威的西北風 這種防空飛彈 真的很好用耶 真的 有點像恐怖分子一樣 我們帶回這邊 在一個貨卡上面揹著 就可以快速去 直接裝在皮卡後面 對 所以烏克蘭打仗 它是真的有那種窮則變變則通的感覺 它其實是利用手邊所有的資源來打仗戰嘛 所以我就問了 所以有人講說 為什麼烏克蘭可以堅持到底 原來它有非常深厚的軍工產業的底子 而這個軍工產業就代表 我可以東湊西走 東拼西走 把各種不同的武器組合在一起 在舊蘇聯時代 烏克蘭就是蘇聯軍工產業的大腦嘛 對不對 它的所謂的航空母艦 它的引擎 它的設計 都在烏克蘭做 所以烏克蘭其實是個軍工強國嘛 甚至包含我們現在看到烏克蘭自製的 東湊批的這個所謂的 類似於標槍飛彈的反坦克武器 也是用得非常非常好嘛 所以這場戰爭 回過頭來看最一開始的命題 想要談判的是普丁 不願意談判的是烏克蘭 然後打下去 俄羅斯會一拆為三 他的領土可能原本北方是還給日本 然後原本中國該拿的被中國吃下來 然後蒙古這邊也會佔一塊大便宜 最後俄羅斯可能只會獻出原本小小的 俄羅斯範圍 那就是普丁的末路了 好所以董事長 今天我們看到了 郭達洛夫在講的時候 其實我這種門外害 我這種不靈光的 我就覺得我只看到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戰爭結束 唯一方法是普丁死去 另外他講說 結束戰爭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是將俄羅斯分為三個或更多的國家 或是你整個國家領導層改變 我心想怎麼可能 跟你說 這句話 要跟什麼 要跟奧斯丁的那句話 兩個都才講 奧斯丁講 我要弱化你 我不都要弱化你 未來你還沒有能力 再去侵犯其他的國家 最好的方法 就是改變你的領導 最好的方法 我就把你一猜為三 一猜為多 這樣子我把你完全分開 今天他的國家安全局講得更狠了 這個戰爭結束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簽署投降協議 這跟美國講的一樣 美國講得很清楚 這場戰爭烏克蘭贏了 投降協議如果簽下來的話 俄羅斯會變成什麼樣的結果 首先第一個 有會一批戰犯出來 第二個會有一個 所謂的戰爭賠償 這兩件事情 這領導層消失掉 那戰爭賠償 這個國家就開始陷入貧窮的境界 對不對 對 很簡單 歷史上都是這樣看過來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俄羅斯會不會同意 不會 不會同意 一定戰到最後一兵一組 就是這個仗打得沒完沒了 還不會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的話 你看這兩個發言人來講的話 他們的論述的基礎 都是非常鷹派要幹到底的鷹派 那這個基調跟誰很像 跟拜登非常像 對 有時候他們很清楚 他們就是親美派的 因為親美派的這個大官 親美派的官員的基本邏輯 原來以前在這場戰爭之前 俄羅斯要出兵普丁的戰爭目標裡面 就是要掃蕩一批所謂烏克蘭裡面的 辣稅分子對不對 對 就親西方的辣稅分子 因為烏克蘭本身裡面派系伶俐 有親俄派 有親西方派 什麼一大堆派 結果就搞出來一個折倫斯基 折倫斯基到今天為止 統一了各派系了 現在全部烏克蘭一個聲音 就是一致對外跟俄羅斯幹到底 那這個跟俄羅斯幹到底 這個聲音出來之後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中間 還有很多不同的論述 有些還是希望說能夠中間有機會 能夠談判達成和平協議 那這種就幹到底的是一種人 那這個後面的背後是誰是藏進人 很簡單 俄羅斯的定義很清楚 這個東西是代理人戰爭 是美國的代理人戰爭 是美國 所以真正能夠決定這個戰爭的中局的人 是誰 或是這個國家是誰 對 就是美國跟北約 所以他很清楚 所以普丁知道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這個東西 烏克蘭現在的談判意願不高 意願不高的理由在哪裡 因為後面這個常見人不願意去談 因為奧斯丁的說法很清楚 就是要利用這個 就是邱吉爾的講法 要珍惜這個難得的危機 不要浪費任何一個危機 對 不放過這麼重要的危機 來改變整個情勢 這個情勢就是整個把 就是讓俄羅斯沒有第二次侵略其他國家的能力 對 這個這個目標 這個戰爭目標定的很恐怖 沒錯 這個全世界第二大軍事國家 那一次讓他永遠沒有侵略其他國家的能力 這個整個這個國家等於就毀掉了 對 那這個到底要把它削弱到什麼程度 你到底要打擊到什麼程度 讓他 剛剛講到 讓他跌下去是爬不起來的 是啊 所以他之後也是定這個目標 就是美國人要的目標 那美國人要的目標 是北約是不是要這個目標 法國是不是要這個目標 其實不見得完全相同 你看他整個裝備裡面的提供者裡面 很清楚的一個邏輯 就是所有的國家 歐 歐陸國家大部分提供的 都是屬於監射飛彈或輕型武器 對不對 那真正提供重型裝備 就是中東歐的國家 因為他們得到美軍的 美軍的騰農患鳥的裝備機會 用美式裝備換 尤其還免費提供 對不對 難得的機會 我覺得更誇張是埃沙尼亞市 我可以幫你守空 對啊 所有東東都是新的東西進來 中東歐突然間變成非常強大的 這種安全的力量 對不對 這是美軍馬上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然後這些國家將來都要給他很多錢 這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他除了重裝備 你看到沒有 都是跟英國的裝備 法國的裝備 美國的裝備 其實真正在打仗的 真正在戰場上決定輸贏的裝備 全部是美軍裝備 對不對 對 妖物榴彈炮 裡面有一個特性 你看到沒有 所有的炮彈 所有的炮彈 全部是美軍提供 對 為什麼這樣做 十字萬發 那個炮彈就是神劍炮彈 他有制導功能 對 他有精密打擊能力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戰爭的主導者是誰 就是美國 就是美軍在主導 那現在這種情況 底氣越來越強 那美軍不願意松手 美軍不願意松手 普廷也知道 那誰想要把這個事情 喬得比較委婉一點 馬克宏 馬克宏 馬克宏現在已經註定 是未來的歐洲的領袖 那馬克宏跟拜登 就在爭取歐洲的領導權 所以馬克宏當選之後 第一個電話就開始跟普丁談三個半小時 因為在全部看過去 未來的只有兩個國家 能夠領導 能夠在地國家 當事國能夠領導歐洲的只有兩個 一個德國 一個法國 那德國的那個 蕭茲 蕭茲 你看他那個樣子 沒有魅力嘛 對不對 所以歐洲人認為說 下一個階段的下一個世紀的領導歐洲的 就是馬克宏 那馬克宏的要求是什麼東西 馬克宏主張什麼東西 歐洲一體化 歐洲一體化的時候 就包括匯率的一體化 包括安全的一體化 那這裡面有高度的 也排斥美國用意在裡面 所以這裡面還有他的外交上跟整個政治 大謀略的矛盾在這裡面 所以馬克宏在準備 涡旋這個戰爭的和平方案 也是他的方案 但這個跟拜登衝突 可是馬克宏法國的邏輯 法國從高 從大高樂 一路下來邏輯就是自主 對 就是完全國家一切都是自主 自主性非常強烈 所以這個情勢會變成的 並不是說拜登想要主張就想要主張 但是在戰場上來講的話 確實是由美軍主導 在外交的 外交戰場來講的話 歐洲本身也有慢慢慢慢出現 歐洲本身的自主性跟需求 好 另外這個戰爭發展的東西 我們這邊有注意到說 現在這個戰爭已經不是在烏克蘭本土 現在連俄羅斯的野原 而且俄羅斯剛剛講的 你不是晚上有空襲警報 更誇張的是你的水壩 突然莫名其妙被炸掉 你的公路莫名其妙地斷掉 你的非常悠久的這個出版社 居然就這樣一把火燒掉了 而且你現在看到俄羅斯 可以說是幾乎天天都有大火 你現在畫面上 天天有大火 對 你現在看到畫面 其實就是在莫斯科東部 叫哥羅德斯克市 而這個地方也就是在清晨的時候 它的出版社的倉庫發生大火 燃燒的面積竟然高達3.4萬平方公尺 整個火市要在三個小時之後才負面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出版社是俄羅斯最大的 跟歷史最悠久的出版社 主要是為俄羅斯的學校出版 那個教育書籍 他們說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當天 他們這個出版社就要求員工 盡量刪除教科書上 關於烏克蘭跟基輔內容 也就是它的歷史跟地理跟文學 全部都把烏克蘭的 俄羅斯的所有資料 從烏克蘭的書體面刪除掉 你說要把烏克蘭這個國家抹掉 抹掉就在俄羅斯他們的教育相關的書體面 全部一筆抹掉 結果這個出版社現在發生大火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到底是誰弄這把火 沒有人知道 但我們回溯一下 剛剛提到最近發生的 大概有十幾起的大火 你看這個部分 發電廠 俄國的發電廠 而且每一個大火看起來都非常恐怖 真的 發電廠的大火也是這樣濃煙密布 然後也導致他們整個相關的設施 也全部都複製一具沒有辦法用 再來 你看這個大火在哪裡 竟然很誇張 是在他們街頭裡面 莫斯科只要你噴上Z字頭的這個車子 竟然就被人家放火 誰放的也不知道 有人跑到俄羅斯去放火 對 所以他們就講到說 其實你會發現 現在感覺上俄羅斯的他們那個 莫斯科境內有一股 你看這個全部都火 為什麼 就是說他們其實就是屬於莫斯科地步 對 這個停車場只有這幾輛火燒 火燒上面全部有Z字 因為他們這些人 全部都是幫國家安全局在工作的 所以你知道嗎 這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有人在看著他們 有人鎖定他們 跟把所有在幫普丁在工作的 這些人全部都鎖定住 所以他們內部其實有一股 很大一個反對的一個勢力 到底 誰要在懷疑 這些所謂的莫斯科境內 俄羅斯境內放火的 到底是莫斯科 就俄羅斯人自己放的 還是事實上有可能是烏克蘭人 透過無人機進行相關攻擊 所以會員你說這個是俄羅斯的地圖 對 俄羅斯地圖剛剛講的 除了接近烏克蘭境內 當然講火燒 火燒 火災不斷 可是連這個周邊也都有 也都有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完全一個圈 那個圈其實就是莫斯科 所以某一種程度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在包圍你們 我們用我們這樣的攻勢 就是某一種程度上也是讓你 普遍坐立難安 那另外一方剛剛提到 為什麼會有人懷疑說 可能有可能是烏克蘭所發動的攻擊 因為他們發現 這樣最新的一個畫面 他們俄羅斯連工業區都會發生一個 這樣最新的 連工業區都發生個大火 你看 其實你看這個火也是 火營也是發生大 所以他們就想到說 這也太奇怪了吧 記述一下 從工業區發生大火是最新的 之前在比爾哥羅德油庫 油庫也發生大火 這個油庫大火 不是之前有提過說 好像感覺上是有無人機飛過去 之後 莫名其妙就發生了大火 結果4月25號的時候 也有另外一個油庫也是發生了大火 你就會發現說 它攻擊的感覺上 好像都是軍事相關比較重要 比如說油這些補給的重點 還有彈藥廠 彈藥廠竟然也在發生大火 而且彈藥廠發生大火的時間 所以你就想說 白天怎麼會突然莫名其妙 彈藥廠會發生大火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 透過無人機的相關攻擊 最後連國防大樓 連航天防禦研究所的大樓 也發生了 就是這個大樓 竟然也發生大火 有另外一個說法是 這個大樓其實專門在負責 徵兵跟招兵的 所以有可能是 不想當兵的俄羅斯人 就直接放火 不知道 反正現在整個俄羅斯境內 感覺上烽火連天 所有的火災莫名其妙 都在這個時候發生 那另外一方面還有什麼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 4月23號 在克拉斯諾達爾的一座水電廠 水力發電廠 這是二羅斯的水電廠 對大壩 也同樣被炸成這樣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結果他們就講到說 為什麼有可能這個是 烏克蘭所發生攻擊 因為他們發現 以前曾經有畫面拍到說 這是他們那個運輸補給 會經過的一個道路 所以就講到說 這有可能跟他們這個烏克蘭 故意去斷俄羅斯後勤補給的 一個部隊有相關性 那你看斷完了水壩之後 來斷哪裡公路 這公路也是曾經之前 行經過的公路 所以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現在大家會認為 有太多奇怪的事情 在同一年時間發生 而這麼多的鬼故事發生 其實有可能都是烏克蘭所發動的 一個烏熱機攻擊 但觀眾朋友 我們剛剛講的 受死的駱駝比馬大 再怎麼樣 俄羅斯過去也是軍事強 我現在也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這是有這麼弱嗎 他現在不斷也開始進行狂轟爛炸 美國還說 這是他整個開戰以來 最多的一個飛彈攻擊 沒有效果嗎 我跟你講這好像不是 開戰以來最多的飛彈攻擊 我們從最近的一些 飛彈落點來看 他分明之外 基輔 奧德桑 蒂涅伯 還有利歐夫 還有外克八千山 這五處地方 假設呢 沒處落彈一枚或兩枚好了 加起來不夠十枚啊 十枚的話 其實我們記得開戰之初 其實據西方國家統計 各種的俄羅斯的精確的 巡應飛彈或彈道飛彈 加起來是兩百枚 第一天的時候 開彈到現在好像七十天的 如果說一天兩百枚 那七十天要一萬四千枚 所以其實第一個 俄羅斯打不到這麼多的一個 飛彈的數目 那俄羅斯的飛彈有哪些的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張圖表 所以你說俄羅斯的飛彈 快打光了 我們先準備一張圖表 就是說這個是伊斯坎德 伊斯坎德有兩種 一種是單道飛彈 一種是所謂行運飛彈 那這個就原點 原點飛彈 其實烏克蘭也有 那其實後面的叫KH-31 KH-51 這個都算是空射行運飛彈 那現在的狀況是說 俄羅斯的空軍好像不藏出來 所以其實他們打的空射行運飛彈好像有限 其實我們看到 那前線的部隊說 已經被打殘或打暈了 再充足不知道 那迫使這個俄羅斯 用他們有限的一些彈道飛彈 來打擊 那我們先前也講過 這些俄羅斯的空軍 好像沒有什麼空軍戰機升空 那如果說在空射行運飛彈 沒有辦法補足這個打擊能量 那勢必他會拉一些所謂陸基的彈道飛彈來打擊 比如說像最近打擊的才五處地點 那前陣子也傳出說 俄羅斯動用這個黑海艦隊潛進來打擊這個路上目標 那是不是說這個路上跟空射行運飛彈已經用光了 然後迫使這個俄羅斯動用黑海艦隊來打擊 這個是說不定 那最後一點是我們講說其實剛才這個講的飛彈落點 好像就落在一些民生設施 便電廠或油庫等等這些有沒有會不會影響到軍事作戰 說真的會些許影響到 但是不會影響到很大 因為其實這些有限的彈道飛彈 不如打來鐵路雕像來的油 因為我現在西方國家 他現在已經發動最後一波的這樣飛彈攻擊 可是飛彈攻擊都打固定設施 你說打這些固定設施 對烏克蘭的軍力是不會有什麼損傷的 基本上來講是沒有什麼損傷 難怪哲倫基講那是無效攻擊 因為軍隊來講他有一些譬如說 他有備員電力 然後他也有其他的除油庫 所以你打擊這些民生設施會造成一些民用不變 沒有錯 但是對於軍隊的集結 比如說軍隊前運或彈跳整補籃 基本上不太會構成障礙 那是不是說日後呢 或說造成這哲倫基講出那的話 說不定是這樣子 那我很好奇是 現在俄羅斯還有多少的家庭 他到底還有多少的能量 剛剛講我的這個營機戰術群 都已經用到了烏克蘭 然後一個一個都被對方消滅掉了 第一個就是部隊被打成了 第一個他要重組 重組就是填補新的戰力 那填補的速度有多快 會不會在五月九號之前填補完 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果從剛才那個戰況 表現出來說 他們這俄羅斯的至少集結在東方 確實是有一定戰力 但是這個營機戰鬥群的效力 跟以前有沒有一樣 說真的不一定 因為比較低下 因為是補充的兵員 補充兵員的話 你如果說沒有酒精訓的話 其實他會不會形成戰力 這個是說不定的 那我們可以大膽的東西說 其實這個新招來的營機戰鬥群的效力 會比原來的營機戰鬥群的弱 他現在很多把無人機給摧毀 可是最近有一個無人機摧毀 把他嚇一跳 原來那個無人機是防火用的 是以前消防隊在用的 消防隊用的無人機 竟然都派到戰場 這個代表你到底缺了多缺 還有就是因為你連消防機 消防的無人機都派到戰場 現在希伯利亞的大火 沒人管了 對現在俄羅斯面臉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無人機每一天都在掉 每一天都在掉 沒有那麼多的無人機 可是有趣的事情 我們今天看到 烏克蘭就會打下這台無人機的時候 你看 他上面有寫出的那個單位名稱 竟然是俄羅斯的緊急情況部 緊急情況部是幹嘛 是他們救火的 他們把他們內陸 消防兄弟 對 他們把打火兄弟救火的無人機 現在拿到前線去做 這東西被我們發現說 原來俄羅斯士兵 或是俄羅斯軍隊 真的無人機 真的不夠用 導播我們先帶回來 為什麼我們知道 是緊急情報部的 因為這一塊 這邊這個是俄羅斯文 已經被人家翻譯出來 它上面標籤是緊急情況部 顯然完全不是跟軍隊有關係的 另外一個更扯是保健哥你看 他們的油箱也是用寶特瓶做的 油箱用寶特瓶 也是特利 沒想到進內所有的烏克蘭的 這個所謂的無人機裡面 也夠有寶特瓶 然後鏡頭是Canon 搖桿是那個 一般的電動玩具的搖桿 這表示俄羅斯是真的很爛 可是有個大問題 現在俄羅斯把這個很多 不管是警察 消防員甚至消防隊的這個無人機 掉到前線對不對 裡面火沒有人救了 我們現在看到是俄羅斯內陸的 這個大火狀況 這是兩個村莊的途中 有一條聯邦公路 現在被大火這樣燒 很多人看俄羅斯的狀況說 那這只是普通一個野火 不對 現在統計 包含整個俄羅斯到現在來說 它的野火數量是大幅大幅度的提高的 甚至很多野火是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野火 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可是問題是 因為他們那個無人機的作用是什麼 先去巡對不對 發現有煙的時候 趕快派人去滅對不對 在你那星星吃火的時候 趕快把它壓掉 現在沒有機器去巡了 然後就算發現變大火的時候 發現沒有人去救了 所以現在整個俄羅斯 非常非常多人在大火 甚至對於整個俄羅斯來說 現在他們可能需要跟波蘭來求救 因為以前是有派過波蘭的救援 去俄羅斯求救了 去俄羅斯幫俄羅斯滅火了 這就是以前波蘭的消防隊 跑去俄羅斯幫俄羅斯滅火的畫面 所以如果繼續這個仗打下去的話 俄羅斯可能真的 連境內打火兄弟都沒有 可是更慘事情是這樣的 俄羅斯現在不是每一天都有戰損 每一天都有戰損嗎 可是那個戰損 一部分是被烏克蘭打下來對不對 這樣一部分這樣是自己破壞的 而且自己破壞的 我這樣講之前不是有說 俄羅斯的大兵去撿烏克蘭槍 互相射自己大腿嗎 射完後我就退役對不對 可是射大腿畢竟會痛 現在烏克蘭情報部既然截獲一個通訊 是俄羅斯大兵跟他爸爸通訊的 他說我們原本有10台坦克 可是現在只剩一台坦克 為什麼另外9台我們自己把它弄破 自己把它弄壞 原因是什麼 弄壞我就不用上戰場了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俄羅斯的 你自己這樣後勤 超級超級LASA 比如這個 是一個俄羅斯非常非常貴的 這個所謂頂規的雷達車 結果既然在運送過程中 因為這雷達車自己用輪行 輪行專家跑太慢 竟然也撞到橋頭 撞到橋頭 這雷達車就壞掉了 甚至我們還有看到這照片什麼 俄羅斯的坦克 你說這個非常貴的雷達車 這麼貴的雷達車 你居然讓它撞到橋樑 撞到橋樑 因為我們一般都有限高3.5 限高5.2對不對 就完全沒有注意到 另外我們現在看到這是什麼 是俄羅斯的坦克開一個過橋的時候 開一開看看自己從橋上掉下來 所以現在俄羅斯的坦克 俄羅斯很多武裝 就是因為這種自願破壞 或是非自願的這種掉下來 導致損傷非常非常多 那俄羅斯下來面臨到一個問題 是徵兵真的不足對不對 結果他們不是找些傭兵過來嗎 結果烏克蘭情報局 竟然發現一個狀況是 在烏克蘭一個地方 車程的傭兵 跟布里亞特的傭兵 布里亞特是裡面一個共和國 這兩個國家傭兵這樣幹嘛 互相開火 為什麼互相開火 分贓不均 他們那層的人 他們不是什麼好東西嗎 就什麼洗衣機運動之類的 結果分贓不均 就兩邊這樣開始打仗 所以你可以看到俄羅斯勢必在這邊 真的 一 士氣殺 二 互相分贓 三 軍備也不夠 現在連境內都要失火了 好 董事長 剛才講到 現在這個戰爭的狀況 這個範圍已經不是現在烏克蘭 再把這個圖 這個是烏克蘭 把這個圖標清楚一點 這是烏克蘭的國土 過去一直在烏克蘭 特別在烏東這個地方 在哈爾克夫 在這個頓內斯克這些 盧甘斯克這個地方 來打來打去 結果我們現在打到了 這個俄羅斯的邊際 也是在邊邊 怎麼會這麼遠的 比爾姆的彈藥廠 我都打進去 如果這裡都打了 那我莫斯科可不可以打 就有可能可以打 難道今天烏克蘭有趕著 有這個膽子 殺黃了眼 直接打回俄羅斯嗎 我覺得這個不見得是烏克蘭的 直接的攻擊行動 但是事實說間接或滲透 或是一些敵後的一些的 敵後作為 爆破這個自由可能存在 因為本身普丁在控制俄羅斯的時候 是牢牢的控制沒有錯 但你也知道他的反對力量 也非常的大 所以老百姓生活很不好過 有很多人也是在造反 所以這個我覺得各處會產生一些 反動的力量包括美國中 CIA本身的滲透 都事實上都存在的 俄羅斯並不是一個非常密不透風的國家 不像中國大陸那麼樣的緊張 所以美國真的要趁這個機會 把普丁給弄下台嗎 當然這個是目標之一 所以你要回到這個情報局局長講的話 他講的話裡面就非常的可怕 你知道嗎 他認為他這個事情非常悲觀的看法 他在接受烏克蘭的廣播電場的訪問的時候 他對結果就講出一個非常肯定的話 他說這個仗打到一定是要 普丁本人要離開這個世界 對 那這個就很慘啊 那普丁只要活了一天的仗就打不完 對不對 這第一個 這是他的講法嘛 對 就變持久戰了 當然持久戰 已經沒有人懷疑持久戰了 第二個他講的更重要的一句話 他講到戰後的俄羅斯怎麼處理 因為他對這個烏克蘭的安全 他們很顧慮 你看他講的 他要把俄羅斯分成三個或更多部分 這個有點像滿清的時候 割地賠款啊 是 對不對 你看那時候德國 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 德國變成東西德 然後他防止你德國再有作戰能力的時候 怎麼辦呢 他說永遠追求永遠的和平 就產生了煤鋼共同體 因為作戰當時的二戰之前的 戰爭的基本原料 要煤要鋼 一個煤一個是鋼鐵嘛 我們把煤跟鋼鐵全部給你控制住了 就產生了煤鋼共同體 就今天歐盟的前身 大家一起集中管理啊 有這個 這樣都不會太怕了 對不對 東西都交出 原物料都交出來 產業也交出來了 就維持了一段非常長時間的和平 那概念的時候 他也是這個概念開始的嘛 他要把俄羅斯分成三個國家 一分為三 因為他要維持他 烏克蘭長久的和平的話 那一定要符合誰的目標 奧斯丁黨的目標 弱化俄羅斯 所以說這俄羅斯的領導人 怎麼講俄羅斯 他們要分解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這個國家 現在目前戰爭情勢很明顯的 所以我第一階段以前在冷戰時間 我分解蘇聯 現在是分解俄羅斯 對 因為你現在這個形勢 整個作戰態勢 大家都知道嘛 很簡單嘛 你自己要 你所有的戰爭 在俄方的 在俄方的這個作戰態勢 作戰的進度非常緩慢嘛 對 非常緩慢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你的消耗很大嘛 包括你的損耗很大嘛 你攻方緩慢的話 你的部隊就不立了嘛 對 所以這個已經不用再討論說 到底是西方佔優勢 還是俄羅斯方佔優勢 這個不用討論 這是時間在消耗的問題 那時間誰都知道 消耗越久就不符合這個普丁的利益嘛 對不對 就普丁不立的情況出現 所以他現在開始討論什麼議題了 他討論說我以後怎麼處理這個國家 第一個把你分成三塊 對 我靠這個問題來了 他分成三塊 然後第二個你要把所有的 你當初所侵略的 所佔領的一些國土 通通交還給大家 難怪日本要介入 日本北方出島要拿回來 北方四島介入了 那我問你很簡單 那海參丸要不要還回給這個 這個中國 北京呢 那北京當局 是不是應該也要把東西 海參威拿回來 對 海參威要還回來 然後他講的那個佳林格勒 那個他的這個 他的佳林格勒他也要把他拿回來 對各個俄羅斯所侵略或佔領的一些 當時佔領的一些區域 他通通要把他要回來 所以他就變成說 這個是一個戰後的一個從者的概念 已經丟出來了 那這個概念的 達到這個結果是什麼情況呢 那必須要普丁變成戰犯 對 必須要普丁判重刑 或者普丁被刺殺死 對 就是幾個可能性 那打到這種情況的話 就中間 有沒有中間點 完全沒有了嘛 沒有中間妥協 那就是 那就是不是完全 所以為什麼奧斯丁那個講法 美國國防部的奧斯丁講法 那麼大聲異性 所以你根本就是要準備 要滅掉俄羅斯嘛 當時你在講奧斯丁要弱化俄羅斯的時候 我還沒有感覺 你要把奧斯丁的談話 跟這個烏克蘭國防部長布達諾夫兩個話 一對 什麼叫弱化 分額實質 把你一分為三 把你一分為三 奧斯丁講到第二句話 我們要讓俄羅斯永遠沒有再侵犯 其他國家的人力 周邊國家能力 能力 對不對 也就是說烏克蘭這種故事 不會再重演 那如何讓他沒有這種能力 分裂你 所以這個結果出來 拆了他 那我問你 那這個結果 俄羅斯要不要跟你拼 拼了 俄羅斯一定拼嘛 普丁一定跟你拼嘛 俄羅斯現在變成衛國戰爭啊 大王